I've got bad habits I'm tryna fix You haven't even seen the half of it And I don't think you'd want to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的影片看到我這個素顏的狀態就知道是一個get ready with me 然後呢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是吐槽開架新品 吐槽公關品 就吐槽系列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去吧 今天的產品呢會有一些保養品 所以我現在臉是完全素的狀態 我要來上保養 保養品有兩組 第一組是這個Kara Beauty的初醒10分 然後另外一組是Milani的大麻子油系列 很綠意盎然420的包裝 然後呢因為剛好Kara的是化妝水精華跟乳霜 然後Milani的呢是它有一個seed oil 然後有一個是卸妝膏 sleeping mask 或是你要當primer用也可以 還有這個護唇膏 所以我覺得他們好像可以完成一個一組的保養 但我應該不會全部都上 就是我不會上到那麼多啦 首先呢我們就先來用這個Kara Beauty的初醒10分化妝水 來對臉部進行第一次的清潔 喔它這邊有做一個小蓋子耶 我覺得這個設計蠻不錯的 這邊做了一個小蓋子 就是你可以把它蓋起來 這樣子它就算翻倒啊什麼的 你也不用害怕說露出來 沒有味道 因為我記得它這一系列是給敏感肌用的 所以它是一個無香料無色素無酒精 接下來做完第一次的清潔 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我覺得包裝瓶這個東西呢 就是其實你真的沒有辦法當下 就知道它的功效 或是知道它好不好會不會過敏 除非是那種真的很糟糕很糟糕的產品 它才會一下讓你的臉過敏 不然剩下的包裝瓶呢 我覺得都是要經過時間的試用跟累積 才會知道的 然後因為我蠻餓的 所以會偶爾吃一下燕麥 大家不要介意 再來呢我們就用這個 一樣是Serum 給你們看一下質地 那我現在臉有點刺刺的耶 涼涼的 怎麼會這樣 它裡面有加薄荷 不曉得 給你們看一下質地 就是很滑順 流動性很高的那種精華液 因為Kara它自己是油肌嘛 雖然它吃A酸好像有變混合肌 但是它出保養品的標準應該是說 就是不會過於油膩這樣子 畢竟它如果自己是油肌 這樣子後續要上底妝會很不容易服貼 或者是不容易上太厚 順便按摩一下臉 大家每次看到我擦保養品 都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戳自己的臉 然後會變很紅 但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然後上完之後 現在是初步感覺有一點點黏黏的 就是我現在在手上這樣子 互相摩擦的時候 會覺得它有一點點黏黏的 然後再來最後一道 它這個霜呢 有點像是水凝霜的那種質地 它抹開之後呢 會變得像這樣有一點水珠般的質地的感覺 應該看得出來吧 那我就先抹在我的臉上 然後因為等一下可能還要上那個primer 所以我就沒有上的非常多 不過我是覺得滋潤度蠻夠的 因為我現在是 其實現在還是算乾肌 因為天氣變化真的不穩定 反正只要一變天一變冷 我就是乾肌 非常非常乾肌膚 可是呢 它現在在我臉上是保濕度很足的 可是真的我覺得有一點黏 就是如果你是有機的話 我不覺得這個黏的感覺是OK的 我們等它吸收一下 然後現在眼周部分有一點點 涼涼的 我現在臉上呢 光澤度是蠻明顯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 算非常非常保濕的產品 如果你是有機的話 我覺得這兩個架起來 你可能就已經非常夠用了 你要再加到這個的話 真的是給乾肌做使用 因為我自己這樣子摸 都覺得我的臉有一點黏黏的 但是對我來講是非常保濕的 因為這樣子的保濕度 對乾肌來說是OK的 可是我不確定油肌 到第三步的時候不OK 不過現在臉整體看起來 是有光澤感的 然後可以看到 肌膚比較有保水度的感覺 就是一開始比較粗糙嘛 它其實是一個好的產品 只是你可能要挑一下你的膚質 好接下來呢 我就要用這個 MILANI的 算是 它是寫Sleeping Mask 加Primer 所以它其實是隔夜面膜 然後或者說你要再妝前 當成一個妝前保濕 來做使用也可以 然後呢它的How to use 是 Apply a generous layer as the final step of your skin care routine 然後它就說 Leave overnight for your normal morning routine 但是因為我昨天很obviously 我沒有用它 所以我現在就只能稍微使用一點 然後它打開呢 是有這個封膜的 它很厚耶 就是你看它是一個完全固態的樣子 它不會動 就是淡淡的草本味 很像可能Easop那一個感覺的味道 它的質地很特別 就是它真的是會一層膜耶 那我就把它上在我這個兩家這邊最乾的地方好了 我上在其他地方我怕它會太滋潤 非常非常herb 超本味 但是不是那種警察會把你抓走的味道 上在就是這兩側 隨便做一下按摩 我的臉現在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滋潤的狀態 給我們近看一下 看得出來吧 就是很端優端優很保濕 等一下上底妝呢 就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的那一種 接下來呢我們就進行底妝的部分 首先我要擦的是防曬 然後防曬呢 其實這個不是什麼台灣買得到的開架品牌 可是它好像是一個 嗯等一下顏色不太專注 害我原本要講的話 直接縮回去喉嚨 我要說的是 這是一個好像香港的KOL自創的彩妝品牌 然後呢它的這個品牌的名字叫Woke Up Like This 這一瓶呢是叫做 Blue Moon Physical Sun Fluffy by Skinny 然後有SPF30 PA三個加工 這就是一個防曬 然後它是藍色的 欸我不確定藍色這個東西在我臉上有合法嗎 對反正它就是一個KOL的自創彩妝品 然後他們之前就問說 有沒有興趣刷他們公關品 然後因為他們的IG的文案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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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的部分都蠻可愛的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試試看 可是現在這個丫頭就是沒有要擠出任何東西的意思 沾子晴 比認真一點 不是啊它完全沒辦法擠出來欸 什麼意思 這是在叫我不要用它嗎 味道是還好就超本味 但它真的沒有要出來的意思 喔出來了出來了 終於 罵完它就出來了 然後它是這種比較固態一點的質地 它的提亮效果非常的好 然後它的質地是非常非常豐盈厚重的那種 就是有點像在擦乳霜了 你們應該看得到吧 它就是很很厚 恩所以我覺得這個用量其實不能太多 因為它是有一點藍色的 真的就是看得出來是藍色 所以在臉上應該會蠻明顯的 我就先用一個綠豆大小 就是很神奇 或者是說很吊詭的事情是說 因為防曬你一定要擦足夠的量 它才有意義 不然就是只是半加加久而已 但是我擦這麼少沒有什麼意義啊 可是我真的很怕它 等一下我會變阿凡達 臉翻一個藍光 所以不敢上太多 就是你這個產品要上到 足夠的防曬的量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它可能會影響你的皮膚的顏色 而且你看我質感擦在臉部中央 因為我很怕人家出事阿伯 就是很提亮 我現在臉整個比我脖子白快兩階吧 我的臉本來就比我的脖子白 所以我的底妝這樣都會挑就是自然一點 我不會讓它有白面具的狀況出現 可是這個藍色就是讓我的臉又更白了 但是使用上的感受是好的 就是它不會很難推開 然後它也沒有可怕的香精味 甚至是蠻好聞的草本味 只是我不太懂為什麼它做藍色 正常來講 不是都是應該做什麼黃色粉色跟 就是紫色之類的嗎 因為藍色很難駕馭欸 我不知道 或許它有出別的顏色 只是它寄藍色給我而已 我們move on to粉底 然後粉底呢 我要來用這個Catrice的活潤新生粉底精華 然後呢 他們寄給我兩個色號 一個是007 一個是020 但其實兩個都不是我的顏色 因為007呢 它太粉了 然後020又太深 所以我可能會 就兩個混在一起 然後wombage多一點 因為等一下還有它的同款遮瑕 所以遮瑕 對不起我一擠出來就反悔了 因為這個顏色超級超級深 我上上去可能會有一些在開玩笑的問題 天啊 這個色號 它020就已經是給健康膚的人使用了欸 而且它流動性好高喔 等一下我搞不懂 想要我怎麼樣 你還要我怎樣 很深 真的是很深欸 好我決定就上在我臉的外側好不好 然後中間就是靠那個 它的遮瑕 粉撲一樣用這個提拉米蘇 flim flim的 而且它很快乾天啊 它不能一次點在全臉上完 它要迅速確實 因為它現在已經有一個臉的分界線在這裡了 這個太深了吧 我真的不敢上到臉的中央 不然我等一下真的會唱開 風遊歌寶晴天 但是它很薄透 所以你看不太出來它在你眼上做了什麼 它流動性很強 然後是很薄透的質地 但是它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顏色的關係 它其實把我的泛紅遮得蠻好的 它會有一種你好像沒有上底妝 然後想要一直在那邊反覆疊擦的感覺 好啦有看出來我現在有點落腮虎的感覺 就是這邊是上過粉底液的 然後中間這個泛紅很明顯的地方就是還沒 所以它其實遮泛紅的能力是很好的 因為你會直接看到 有上粉底跟沒上粉底的那邊有一條很明顯的界線 然後其他地方就是把它泛紅遮掉了 可是沒有上到的地方呢就是泛紅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這可能是它的特色嗎 就是知道 因為通常這種流動性很高的質地 它在臉上這麼薄透的狀況下 它的遮瑕力應該不會到非常好 可是泛紅範圍的差別讓我覺得它遮瑕力其實是相當相當不錯的 只是它上到你的臉上會有一種你沒有上的感覺 很特別很特別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講有點略感 因為我已經前面上了很多很多保養品了嘛 然後它只是沒有崩塌而已 但是它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危險 可能我過了一整天之後它會開始浮粉 對我已經有預感它會浮粉了 我過了一天之後我再回報一下這個狀況 看它有沒有真的浮粉 但我現在就是有一種預感它真的浮粉 然後呢同系列的遮瑕就是這個活潤新生持久遮瑕膏 然後我拿到的色號是002、010跟020 然後我覺得它同一個系列它可能也是像我剛剛講的那種質地吧 我現在要挑一個比較淺的顏色來做我的臉部中央打亮 我挑這個好了002 Natural Avery 應該可以吧 但是我不曉得它會不會讓我的臉崩潰 就是太乾 喔不會耶不會讓我的臉崩潰 它很霧面你知道嗎 就它霧面到我真的覺得如果前面沒有上那麼多妝前保養的話 我的臉一定會裂掉的那種 讓你們近看一下 你們懂我說那個意思嗎 就是我這邊開始有出現一些肌膚的紋理 紋路感 你遠看呢是一個還OK的霧面妝效 可是近看就有一點怕怕的怕怕的 但是它講的訴求又是講一個18小時hydrating 我不確定18小時後它是會保濕還是讓我的臉浮粉 可是遮瑕度是真的很好 我現在臉的泛紅筋完全完全不見了 額頭也來一點 算自然啊 沒有到很白 因為我的粉底液這邊是有銜接過度那個 它比較深的粉底的顏色 我覺得這樣遠看的妝效是好的是OK的 就是一個霧面然後很完美無暇的肌膚 近看的話就是有一點危險 所以我們wait and see 反正目前為止呢剛上的妝感是OK的 就是還不錯 漂亮的霧霞底妝 那我們就是再看看 我過了一分鐘 覺得粉底液有一點變暗沉 就是它又比我剛上的時候更暗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感覺 可是我本人看鏡子裡面是覺得這邊真的有變比較暗一點 好我們現在來正式的遮黑眼圈 因為剛剛那個遮瑕 只是幫我把膚色均勻掉而已 可是還是有一些顏色需要稍微遮一下 那我今天用的遮瑕就是沒有新品 然後我要用這個毛哥瓶的遮瑕膏 就是很好用 我現在就是已經稱它很好用了 因為反正你看只要一點點 明明剛剛已經上過底妝了 可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黑眼圈的差異 耳媚精耳媚精 而且我真的就是只用一點點而已 提亮到不行 有沒有我現在眼下 超亮 比剛剛更亮 很亮很漂亮 五杯鑽石 有點太亮 我現在覺得好像剛打完蘋果肌還是怎樣 本來以為沒有眉毛的選項 可是被我找到這個 這個是FUJIKO的眉毛梳理池色眉毛 它看起來是一個液態的眉筆 然後它的色號是03灰咖 最近在養眉毛 因為我想要把它養回我比較粗的眉型 對 所以我已經自從宣眉那支影片的仿妝之後 就沒有修過眉毛了 那麼等一下可能要稍微就是忍受我一下 然後這個液態的眉筆呢 就很適合我現在雜亂的野生眉 就是真的野生眉 你可以把它假裝好像畫得很有型這樣子 喔它的筆頭是這樣子的 但這顏色對我來講還是稍微咖啡了一點 填補那個眉毛的空隙 天啊不小心畫到眼了 等一下它太顯色了吧 這是什麼 這個很像去紋眉耶 這個太粗了吧 它 幸好它是可以暈開的那一種 可是這個線條感很真實耶 很像我真的就是有幾根眉毛是長這樣 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 它是可以就是刷掉的那一種 這個滿讚的 這樣你就算畫錯了 也沒關係 就是把它刷掉就好 好但是要稍微等它乾 呃呃我眉毛怎麼那麼粗 等一下啦 這是什麼東西 太濃了吧 這個顏色太深了吧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讓它水不要那麼多 我不曉得我要怎麼畫我另外一隻眉毛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 完了 欸眉毛很重要耶 我眉毛這樣滑鐵爐是對的嗎 我等一下要怎麼繼續我下面的 我覺得我畫出這個眉毛之後 教你們畫眉毛一點公信力都沒有 因為我現在真的看起來很荒謬 而且我嘗試補救真的補救不了 怎麼辦 它現在就是兩條很粗很粗的原本山海苔在我頭上 還是今天這影片就拍到這 怎麼辦啊 這什麼啦 這樣有好一點嗎 這樣好像好一點對不對 好 隨便啦就這樣啦 反正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你是新手的話千萬不要買 你會後悔 你真的會後悔 因為這個真的是恐怖 恐怖到了幾點喔 我我我我 堂堂一個 心地急診室化妝無難室 都被這次眉筆搞爆耶 好我們進行 我們現在只能進行眼妝的部分了天啊 眼妝呢 我要用一個漂亮的東西來服衛人心 這個是 N is free的季州眼選三叉花眼彩盤 我們來打開看看 我之前看到別人發這個廣關品的時候 我就非常期待 因為它的那個腮紅的包裝真的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眼影的配色也蠻值得期待的 然後他們同系列就是有好像應該是滿額症之類的 就是會送這個鏡子 很可愛 不過這個好像已經喪失一段時間了 對 對不起 現在才用它 那個透明封膜好難拆啊 拆掉了 裡面就是長這樣子 這九個顏色 感覺就是可以畫一些紅紅火火 黃黃火火的眼妝 可是我今天眉毛已經這樣子了 應該不能畫太濃吧 不然我們就走清淡一點好不好 我們今天清淡一點 因為我 我眉毛已經這樣了 我真的很怕如果我等一下眼妝畫一個太濃 就是真的會出事啊 對 我不想要看到這樣子的痣跡 痣跡 我們呢首先先用這個 黃色打底色 大範圍的上在我的眼皮 因為我剛剛也沒有特別 用粉底去打亮我的上眼皮 啊我拉近給你們看好了 我覺得可以畫一個跟我今天衣服相近的感覺 就是黃粉黃粉 有一點春天感 再來用這個帶亮片的顏色來當我們的主色 因為反正春天嘛 雖然我知道我之前講過說 這種亮片色的範圍要小一點 但是因為這一顆亮片 它本身是有一些深咖啡色的底色在裡面 其實不深咖啡就淺咖啡 所以它是可以這樣子上在整個眼皮的 然後等一下再靠後面的加深色去 收縮我們眼睛的腫拋 因為這一盤有兩個加深色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 就是上在整個眼皮的範圍 然後這種亮片色我通常就是如果要上的話我都是用手指上 因為你可以讓那個亮片更加黏著在你的眼皮上 邊界也要稍微暈開 然後現在是不是看起來就是有一點泡泡的 因為是亮片色嗎 先用這一格去框住我們整個眼窩 然後你可以拉長出來 沒有關係 讓你的眼睛範圍感覺更大 少一點到下眼影的部分 你看這邊是不是比起來就沒有這邊那麼泡了 只是用一個稍微深一點的咖啡色就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然後因為就是今天的眉毛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所以我眼影的範圍會稍微畫的大一點 就是去配合這個眉毛的粗度 所以有些人其實他喜歡在眼影之後才去畫眉毛 因為他這樣可以知道他今天的眉型 要怎麼去配合他今天妝的濃淡 我自己以前畫別人的時候我也是喜歡最後才畫眉毛 除非他就是一個可能完全沒有眉毛的人 然後他很在意他自己看起來沒有眉毛 因為有時候如果沒有眉毛的人 他就是先畫眼妝的話看起來會的確有點怪怪的 他會有點懷疑自己 但是就是先簡單打個底這樣子 也不用說一次就畫到尾 可能就先用眉粉掃過 有沒有這樣子眼睛深邃了許多 然後很收縮的感覺 然後我們最後呢就是用這個加深色 加深我們的眼尾 但是我們不用太多 因為今天的妝想要走一個淡一點的感覺 不要畫到太遠 就是標準的框到 就是點到為止就好 然後一樣畫下來下眼影 連接這個上眼影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就是一點點就好了 真的不需要太多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覺得眼妝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最亮最亮的打亮色啊 我們就是一樣畫在那個眼珠正下方 我覺得可能要噴一點FIXPLUS 到底是誰一直在敲打我窗 今天的眼妝就完成了 蠻漂亮的吧 但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Innesfree正常發揮的眼影盤 因為我感覺這個配色 不是非常特別 如果你沒有他們家的眼影盤的話 想要買可以買 但是這個顏色 對我來講沒有說特別的 或是你想要這個 山茶花的包裝可以買 因為這個山茶花真的是很漂亮 那我要用這個 UNNY的眼線膠筆 然後 上次好像在 Get ready with it in 就是有介紹過這個眼線膠筆嘛 結果大家都跟我講說 它其實不是韓牌 它其實是中國製 嚇到我了 真的 因為我一直以為它是韓牌 然後小紅書上面 就是也好像說的它是韓牌一樣 我就信了 沒想到它居然不是 它是很像韓國的牌子 但我覺得沒有不好用啊 就只是它偽裝的很像韓國的牌子 睫毛膏的話呢 我想要 一隻眼睛用一個牌子 一個也是Catrice的 這個是繁重力捲翹防水睫毛膏 然後另外一個是1028新出的 應該叫飛機濃 就是它叫 Big Volume Curl 然後 之前它出的是 飛機長跟 什麼什麼濃的 反正就是不一樣 應該是不一樣 應該是新品 那我就一隻眼睛用一個這樣 1028的這個刷頭 它是做一個U型的 然後偏細的刷頭 我沒有特別感受到它 濃在哪 刷第二層是有濃一點的嗎 刷第二層濃蠻多的 燙睫毛器是網銀巧的 不要再問了 不要再問了 好多人問我這支燙睫毛器 但 我沒有 特別推薦新手用 因為 它這個要 插電才會很燙 然後它的很燙 是真的很燙的那種很燙 就沒關係開玩笑 你會燙到自己的那種 可是呢 如果你用電池的話 我又覺得 它燙不起來 一定要插電才燙得起來 可是這種很燙的東西 對新手來講 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燙到自己 就連我自己都很常 被燙到過 好 我們接下來就換到 左邊用Catrice 我現在就是 右邊已經燙完了 Catrice的頭是比較粗的 然後 有一點點小U型 可是我覺得看不太出來 然後 因為它剛好也是強調濃密耶 對不對 兩支都是強調濃密的 是因為我沒有打底嗎 我覺得它們第一層都很普通 但它們兩個膏體都算 做得蠻適中的 就是不會很濕 或者是太乾 這個沒有很濃耶 說實在 然後也沒有什麼現場的效果 我現在兩邊都燙完了 就是因為它兩支都是強調濃密的啊 可是 Catrice這個 你會看到我的睫毛 很稀疏耶 就是比我 平常用睫毛膏 的樣子還要稀疏 看起來很可憐 應該要不要稍微好一點 但是 就是也是偏可憐 可是兩者呢 就是它在下睫毛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我不知道 我現在睫毛看起來很悲劇 但我的睫毛明明就是 the tend to hell 所以 如果要我講的話 這兩支睫毛膏 我是都不會推薦 因為你要把一個 就是睫毛本身條件還不錯的人 睫毛弄成看起來這麼稀疏 也是不簡單耶 這也是一門學問耶 而且我還有燙它耶 我不是說我沒有就是很認真的對待它什麼的 我是認真的在處理我的眉毛 不是眉毛 睫毛 眉毛今天沒有很認真處理 今天很可怕 但是它就是醬 啪啪醬 idk idk 好然後就來畫眼線液疤 那我就用這個 開beauty 今天眼線畫得稍微誇張一點 因為要跟我的眉毛並駕齊去 給你們看 就是我剛剛畫眼線 同時發現粉底液的一個現象 就是我剛剛小拇指放在這邊 去畫這個眼線 你們有看到一道小拇指的印子嗎 可是你們會說那為什麼不定妝 我覺得我沒辦法定妝 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態我定妝 有可能會有點小悲劇 就是我怕會太乾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對這個粉底液要再真的觀察看看 好我們現在眼妝的部分完成 我自己覺得畫得還蠻漂亮的啦 對不對 然後真的有跟我今天這個 黃色的衣服搭到 修容呢 因為也沒有什麼新的產品 我就一樣用我上次 就是在淘寶買的這個 校色的修容 其實我上次淘寶買的東西 這彩妝啦 就是都真的還蠻愛用的 會想要挑戰第二單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有興趣的彩妝 就是被生活到的話 也可以跟我說 我可以買來試試看 看他們真的是不是那麼好用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看小紅書不準 就是你還是要看他們的博主 小紅書修圖修得蠻誇張的 好然後呢 就來到腮紅跟打亮了 腮紅也只有這一個就是 營養是Innestree的三茶花花朵腮紅這個超漂亮 可是我記得好像有兩顆耶 為什麼我只找到一顆 這顆紋 折 超漂亮 剛剛那顆比較紅 是 二號 然後還有一個一號是淺粉色 這樣子 我覺得比較適合我們今天的妝容 所以我要來用一號 可愛的肉粉色 想說會不會有三茶花的香味 是我多新了 意外的蠻顯色的耶 我原本以為這種做花紋的都會沒有很顯色 可愛 漂亮 真可愛 那我鼻頭會帶一點 用那個可愛感 連續 小桌巾 其實小桌巾的東西我也是聽到 都很想要接桌巾見肘 很無聊吧 我就是這麼無聊 打亮一樣是Catrice同系列的花戰瞬間打亮餅 這個是020 你怎麼打不開啊 打開了 這樣 我是覺得這個打亮應該會蠻漂亮的 喔漂亮的漂亮的水的水的 我覺得Catrice家的打亮都很漂亮耶 我幾乎沒有在他們家的打亮上採雷過 很漂亮很漂亮 喔很漂亮耶 這個光澤感 天啊 太美了吧 印堂在發亮 很漂亮 他很漂亮 欸很漂亮耶 這個打亮好漂亮喔 漂亮嗎 有喔 哪有這麼漂亮 唉唷 哪有這麼漂亮啦 你看看啦 你看這個這個鼻頭這個 超漂亮 怎麼那麼漂亮 啊 啊 那我拍他好像要死喔 臉部的彩妝其實全部都完成了 所以剩下的呢 就是又是你們最愛的 米春姐時尖 你看 然後這次呢 有 第一個選手就是也是一樣是 山茶花系列 對又是他們 可是我不確定 我用了這麼多山茶花系列的 你們對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還會有興趣嗎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這個 ZEN的 無調色唇露 可是這個我覺得 因為我試在手上過 我知道他 會會 染唇 如果要試 應該也是等到最後再試 然後是 Etude的這個系列 Himi 新出的顏色 三支 喔好多 好多好多 好多 真的好多 然後 Catrice的同一個系列 也有出兩支 最後是 Walk Up Like This的 唇釉 天啊好多 嗯 我覺得 因為 山茶花系列 跟 Catrice系列 今天已經 已經露出太多次了 好不好 再露出下來呢 他們可能就要匯款到我的帳戶了 所以這兩個東西 我先放旁邊 如果之後有用到他們 我再發在我的Instagram 我們先來打開這個 Walk Up Like This好了 因為我有點好奇它是什麼 喔 它是 因為它的英文平民 它就是講說 Look Good Nude Soften Lip Dab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質地到底是什麼 打開之後覺得有點像霧面唇釉 那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顏色好像跟今天的妝也蠻搭的 有點螢光 不是有點其實是非常螢光 因為我裡面看更明顯 然後的確是霧面的 我不知道它乾掉之後會不會變得比較不動的螢光 因為有些霧面的東西 它上上去之後 要等它一下子它才會 展現出它的 樣子 小看不懂 小看不懂這個東西在幹嘛 好那既然它是一個淺色的打底 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來上上看這個 HEMI的 水光唇釉了 我們先上這個淺的好了好不好 這個色號是05 毫無反應就是一個粉色 就我不討厭也不喜歡 也不是說不喜歡就是對它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好看來是可以直接再疊擦一隻顏色 那我決定挑這個最深色08 我怕大家看不出的所言 這個顏色就是絕對好看啊 但是我已經膩了 我已經受夠了 我不是說受夠的顏色 是受夠的顏色出現在我嘴巴上 因為它是絕對好看 我還需要多說什麼吧 不然我自拍一張 等一下傳到IG 但我覺得它有點基唇紋欸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它會卡在這個裡面 或是可能我上的不夠飽和 因為我把它推開了 它可能要上到就是很飽和的程度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還是會有這個不均勻的問題 這也沒有很滿意啊 先講 好我們可以開始試別東西啦 好接下來我來試這個 就是我蠻期待的A2HOUSE這個 B101我看到就是人妻試 我覺得很漂亮欸 我最近一直在找一個好看的裸粉色 可是我覺得試在我的嘴巴上不是都太矩 就是都太螢光 你看你看這個也是有點太矩 我想要找那種 偏冷色調的 我覺得這個 勉強還可以 可是不夠 灰階 它的彩度還是太高了 像我覺得搭配的唇膏的配 飽和度跟灰階就做得很好 這也沒有不好看啦 就只是我自己覺得 我想要它稍微再 灰一點 然後它這個系列的另外一個 比較深的顏色是 RD301 反正都擦了 就疊了 在唇中上沒有看啊 就它會變得比較 更討紅了一點 其實是蠻適合今天的妝 我覺得這個搭配蠻讚的 很春天欸 走春走春 走春走氣奶 還是我現在先把頭髮弄一弄 等一下再來試那個Z 好那我現在插播一個髮瓶好了 因為現在要用頭髮 這個是FUJICO的乾爽 這個我收到的時候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我不知道它 是不是瞬間會讓我的頭頭 頭頭 有必要疊字嗎 哈囉 讓我的頭膨起來啊 那它是怎麼用 就直接這樣膨膨膨嗎 有嗎 有膨嗎 我不曉得 其實應該是 有效果 只是 是我髮型太混亂了 不是很確定 我用起來有效嗎 不知道 好我們現在把嘴 嘴巴再卸掉 最後來試那個Z 三個色號是2 4跟5 我想可能是4吧 你們看見我微妙的表情了嗎 它讓我的唇周變得很暗沉 有沒有看到唇周的不會 但是它是真的不 就是 戴口罩應該是不會掉色 可是這顏色我不行耶 就它會讓我覺得我好像嘴巴周圍是怎麼樣 ITK耶 這不是我理想中的顏色 頭好嗆 那我決定我要拿出我的大配了 大配唇膏 我決定把大配唇膏呢 就是壓在上面 這個才是一個正確的顏色吧 它也許就是 要這樣疊插在這個顏色的中央 但它不能自己單打獨鬥 你知道嗎 可能是因為材質的關係 所以它會讓你的唇周看起來好像很暗沉 我不知道這是因為它那個tint的質地 好啦 就這樣了啦 總之 以上就是今天的吐槽新品 然後我真的有點不知道要怎麼說 就是 最後的唇膏的部分啊 我覺得整體而言我都滿失望的耶 就是 ETOO還好一點 可是 大家都 滿傷我的心的 我不知道他們 上唇的感覺都不是那麼好 現在這樣子搭起來是 還算好看啦 就是 還算OK 還算OK 但是 但是那是因為我用了大配的唇膏 對 我不知道 大家開架唇彩加油好嗎 多項搭配 但是我突然 突然 突然那個 拉衣 踩衣 什麼 踩衣捧衣起來了 沒有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進步好不好 但是呢 我必須要說這個 今天這個妝 我覺得底妝 還算滿意 只是我要觀察一下 它到底會不會讓我最後一整天浮粉 然後打亮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現在 我跟你講其實我剛剛在看螢幕裡面 都是看到我自己的打亮 你看就算我這樣露一根下來 這個打亮也是漂亮的不行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打亮 Catrice的 然後 眼影式也表現得不錯 對 所以其實 基本上今天讓我難過的 喔 還有眉毛 天吶 我跟妳講是現在完妝看起來 我的眉毛才比較正常一點 可是 我剛剛素顏的時候 我的眉毛真的是 很像神經病欸 就是 我不知道 如果有人畫這樣子的眉毛 拜託妳 寄到心地檢診 我會告訴妳 這是不對的 但是就是完妝之後 看起來 正常多了 好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就幫我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拜託新的影片 還有開啟小鈴鐺 好好好 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